大家好 我是光哥 歡迎大家收看有眼鏡版的 你知道你在唱什麼嗎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一首歌 叫做《你在我身後》 讓我們先來聽一下這首歌的前奏 《在我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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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製作人淑莉莉姐 編得真的是 背到最高點心中有背背啊 再加上我們的主唱雅琳唱的 真的是有夠苦海女神龍的 這首歌的副歌 它是這樣唱的 《在我身後》 是耶穌 《在我身後》 《在我身後》 《當我回頭看》 《你愛不放手》 让我心沉浸在你怀中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两扇终于照到我 蛮多人说这首歌很感动 所以今天我想要来分享 这首歌创作的背景 之前在这个节目的当中 我有跟大家分享 约束阿乐团是如何踏上 集体创作的这条路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一集的话 你可以点上面的连结 先去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写歌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要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创作 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看看现在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敬拜赞美音乐事工 像是Bethel或是Gateway Hill Song或是Elevation 他们几乎都是集体创作的 所以如果是你或是你的团队 也对于集体一起来写歌这件事情 有兴趣的话 你真的可以去点一下上面的连结 先去看一看 至少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 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而如此当你们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动力 记得我们的乐团第一次呢 是在宜兰办写歌营的时候 当时说真的 心里面真的是还蛮挖的 因为从来都没有大家一起写歌的经验 完全没有把握会写出多少首歌 更不要说写出来的歌到底能不能够用 这还真的蛮需要信心的 但既然团队们都想要突破我们的舒适圈 那就得要逼着自己跨越出去 我记得因为是第一次 我在安排这个写歌营的行程 所以还排得蛮紧的 好像是三天 一组至少要写出三首歌 所以除了出去吃饭之外 其他的时间呢 我们就是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一组一组的在写歌 我给他们的规定就是 不要有完美主义 也千万不要拖或是随便放弃 反正就是要努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首完整的歌 需要曲跟词都有 不要想着之后还会有时间 才去慢慢的完成它 而是当我们隔天在发表的时候 必须要听起来是完整的一首歌 当然之后想要做调整 或者是要改都可以 只是在发表的时候 不管你觉得有多烂 多迅 就是要逼着大家 要把一首歌完整的写完 我知道可能第一次团员们都很恨我 因为我这样逼迫他们 但是我们三天的当中 也写出了14首歌 算是相当的多产跟有效率 照第一次的写歌营 其实光哥并没有实际的参与 因为我在写我的奖章跟课程 另外我也身兼了摄影师跟总监 帮大家记录 测拍 还有做一些规划 跟分组的行政工作 因为是第一次 根本就没有经验 所以分组是用抽签的方式 管你是Vocals还是乐手 反正就是四人一组 但其实后来我们学到了 如果四个人一组 最好是两个人是Vocals 两个人是乐手 乐手就可以负责 和弦、节奏跟编曲 Vocals就可以负责 旋律跟歌词 那你就会问说 干嘛一定要这样 让我告诉你 如果同一组都是乐手的话 可能音乐很好听 但是旋律跟歌词 真的就不行了 如果同一组都是Vocals的话 可能旋律歌词还不错 但是音乐性 真的就不会太高 这是我们之后 才慢慢发现的 免费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这样好像讲得有点远了 我们写歌呢 写到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 大家烧脑都烧到快要熟了 但还是要挤出 那最后的一首歌 我在我的卧房的里面 在写奖章 喜恩的那一组呢 就在外面的客厅创作 其实一起写歌 就需要有很多的彼此分享 先要培养默契 然后才能够开始冒险 因为你勇敢提出来的东西 非常的有可能会被其他的人打枪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安全感 才不会被冒犯而受伤 那天晚上 我在房间的里面 就看到外面经历了这些的过程 甚至到有组员 还蛮坚持己见的 来来去去 非常激烈地在讨论 讲非常激烈 其实还含蓄了一点 他们其实有点像在吵架 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他们写了这一首 其实还蛮简单的歌 就是你在我身后 他们四个人真是有扣潮的 我奖章都快要写不下去了 然后哪怕你竟然写出 这么悲的A段 是谁擦干我眼泪 是谁看见我伤悲 在黑暗中有人呼唤我 我心深处开始跳动 你知道我在里面都快要笑死了 因为跟外面那种快要吵起来的氛围 超不搭的 旋律跟音乐其实都不太难 可是歌词呢 他们却生得很辛苦 到了复刻 然后接下来就卡住了 他们再怎么样想 都想不出来最后那两句 不然呢 就是想出来的 跟前面一点都不搭 超好笑的 你知道我在里面感觉到 他们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呢 我就在房间里面 放下我所写的奖章 安静的来感受这首歌 我想到 在我的一生当中 不管是我在美国求学 回到台湾 或是去新加坡装备我的生命 神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祂就是一直在我的身旁 只不过很妙的是 祂并不是在我的旁边 也不是在我的前面 你会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跟随祂 也没有要与祂同行 我一直都在走我自己的道路 我一直想要做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然而神却从来都没有离开我 祂还是跟在我的身后 直到有一天 我回过头来看见祂 我想到保罗说的 是神的恩慈 领人悔改 我觉得过去 我就是如此的偏行几路 神应该是要审判我 甚至要来惩罚刑罚我的 然而祂都没有 我知道我之所以会悔改 不是因为祂责备我 而是因为耶稣一直都是以祂的良善 跟温柔在等候我 而这位爱我的天父 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 于是呢 我就走出了我的房间 我请他们把歌 从头到尾的唱一遍 唱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写下了这两句的歌词 也是这整首歌最重要的信息 你的爱和灯的温柔 你良善终于找到我 当我写完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好像就是要这样 这首歌才会完整 当天写完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觉得 这首歌会被选 因为我看到 他们这一组 在整个写歌的过程当中 实在是有够乱 有够吵的 然后我想要问 这不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写照吗 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 或是我们犯了什么错 只要让耶稣 来填我们生命当中 最后那两句歌词 一切就不同了 一切就翻转了 不是吗 是谁擦干我眼泪 是谁看见我伤悲 在黑暗中 有人呼唤我 我心深处 开始跳动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但我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让我心深处 在你怀中 你的爱 我等的温柔 你两声 终于找到我 是耶稣 你在我身后 当我回头看 你爱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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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我 我要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所分享的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 如果你也很喜欢 这样的内容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 并且分享出去 如果你想要及时的收到 我们最新的节目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小铃铛 如果你还想听到光哥 分享哪些歌曲 也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的Facebook当中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